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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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系列 歷史回顧系列 這個系列 說實在的 之前的雷包超多 然後他們都是偏小的Size 這一次輪到最強老爸 巴達克 哇 乍看之下 這個頭雕 這種爪樣 似乎真的還不差 戰鬥針熱器史卡特的地方 用了一個這種透明 不是霧化 也是相當好看 竟然 竟然久違已久的 肌肉的 這個漸層塗裝出現了 無論是手背 甚至臉部的兩側 脖子 哇 這一隻 既然有漸層欸 真的是 相當的久違啊 然後手跟腳的上面 紅色的地方 呈現一個比較暗紅色 我個人覺得配置的 也是算相當的不錯 然後鞋子 就是單一色系 超級古老的這種 賽爾仁戰鬥服 背心式的 然後整個大腿 相當的粗壯 皺褶感給你 有沒有看到 肌肉線條裡面有塗裝欸 真的是好久不見 相當感動 這邊也是 非常明顯 然後頭髮是沿用這一種 比較復古的 髮術感 是粗的給你 然後裡面的髮絲紋 不會非常多 再來看一下這臉部的特寫 似乎相當的不錯 配上的地台 這地台 有做一些漸層的塗裝 就是岩石的這個造型 然後也不會非常的大 整個這樣搭配起來 有把巴達克這個經典動作 呈現出來 我個人認為這一系列雷包 像之前說的 相當多 但這隻巴達克 不得不說 真的是目前看起來 算還不錯看 這隻巴達克我個人 整體名價五顆星 哇 出乎意料的 竟然 看起來比官網上的好 整個 漸層 的這種塗裝 算是 相當明顯 尤其是 手臂 肌肉線條的部分 臉 加上脖子的地方 只要它有露出膚色的地方 它的漸層 其實你都可以用肉眼 清楚的 探紫器 配上了這個 岩石的地台 整個 巴克的氣勢 完完整整的呈現出來 相當相當的經典 那如果你是 說缺點的話 就是這一系列之前也提過 這一系列就是 人物的體積真的偏小 然後又輕 整個真的只能 靠圓形 整個 這樣子看下來的話 這一隻巴克 我個人覺得 算是 還蠻不錯的一隻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Peace 掰掰